42歲那年,李塞鳳猛然驚醒他之前的人生都錯了 錯到離譜,錯得這剩下眼淚與數不準的開探 而這一切,全因駕入豪門 那天,丈夫羅啟仁突然召開記者會 當處一眾媒體的面,公然辱罵李塞鳳 稱他與乾兒子思通,沒腦子,沒文化,沒教養,傻X一個 言語知我俗,令人驚嘆 他這話一出,立即掀起軒然大波 但李塞鳳不回應,一直忍忍 或許他怎麼也想不明白,曾嚴著向江,受萬人追捧的自己 為何會落入今天這般田地 更不清楚,怎麼就變得這么被動,眼睜睜被人推入絕境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於動作片的輕盛 港縣女活躍著一大批打聲,其中環有不少女打聲 這些打女們個個英姿勢爽,既能用顏折服重 也能靠拳頭說話,一時間風味全國 隨著港壇的色味,這些打女們跟動作片一樣 逐漸都被市場拋棄了 楊子瓶·士特麗,61歲的他 從香港一路打上好萊塢,拿下奧斯卡影后 更多的打女們過得並不好,她們年輕時透支了健康 老年時就更受罪 比如鄭佩佩,當年在螢幕上英姿勢爽 人精武俠影后的他,如今已無法行走 坐輪椅都要綁住固定帶,生活難以治理 跟楊子瓶,鄭佩佩比起來,李塞鳳的名氣要少一息 她如今的處境,在兩人之間,沒有差到坐輪椅 也沒有好到仍然當紅 近日,58歲的李塞鳳宣布 將在某短視頻平台復出開播,回歸粉絲 不過評論區裡也只有20多位粉絲留言支持 看來李塞鳳的復出之路也不是特別順暢 從最尾霸王花到退圈嫁豪門 再到如今58歲復出謀生,李塞鳳的這半生 過得還真是坎坷啊 如今的影視圈,師傅二代,關係戶的後花園 可在當初,很多明星都是受家庭所迫財進圈發展的 李塞鳳就是其中之一 李塞鳳的家庭並不富裕 逐話說貧賤夫妻百事開 李父與李母整日沉溺於互相埋怨中 並在女兒六歲時選擇了離婚 父母離婚後,李塞鳳也成了拖幽平 被父親帶到台灣生活兩年後 他又被送回香港的母親身邊 在坎坷的童年生活中,李塞鳳唯一能自己控制 並堅持下來的,就是跳舞 母親從男兄女不願意送李塞鳳上學 更別說讓他學無聊 為了自己的夢想,李塞鳳很早便自己打工賺學費 一邊讀書一邊爭錢,一邊還找機會登台跳舞 在某市學校組織的晚會上,李塞鳳走著時機登台跳舞 也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貴人 李塞鳳在台上跳舞時,導演趙賢輝就在台下 一無緣筆,趙賢輝也看終了這位獎商稱壽 舞蹈不足的女孩 當趙賢輝邀請李塞鳳參演大地恩情之家在珠江 面對這樣一個能脫離家庭,實現夢想的機會 李塞鳳沒有錯過 事實證明,這是他最正確的決定之一 大地恩情開播後,刷新了亞士的收視記錄 李塞鳳也成為強勢新人,正式踏入影視圈 李塞鳳掌傷甜美因此撤拍了不小戲 但亞士人才仔仔,沒背景的他很難出頭 恰逢當時武俠片正當紅為了打造自己的特殊性 李塞鳳撤了不小動作戲 當年的舞蹈功底也給他幫了不小忙 可染武俠片的女星太多了,就李塞鳳那點花拳秀腿 還是限制了他的戲路,只能演一套配角 為了打出一條路,李塞鳳拜除小明慧斯 氣舞松舞,專學不派功夫 學到真功夫後,李塞鳳能完成的動作戲就更多了 他也因此拿到了最拳系列的女主角 成威亞士的當家花彈 此後,他與日籍女星大島尤家里合作了天使行動 由於漂亮的外貌和利樂的打戲,被語為舞打天使 《霸王花》系列電影上映後,李塞鳳更是與胡惠中一起成為打女代表 風頭一點都不弱於鄭佩佩等前輩 當工成名咒時,李塞鳳也才二十來歲,堪稱人生贏家 但李塞鳳的成績得來不易,作為打女 經常會在片場遇到危險、睡覺 受傷都是小事,他甚至差點丟了性命 1989年,李塞鳳在拍攝烈魔群英時遭遇意外 由於工作人員的失誤,李塞鳳在拍攝爆炸器時脫身不及 被火焰包圍,不肯重傷 李塞鳳全身多處被燒傷,面部也有大片傷痕 達到二級燒傷,不得不適應一年來優養身體 出院後,李塞鳳的事業深探了不少 在拍攝完小鬼奇兵後宣布退怨 而此時的李塞鳳已經30歲了,在告別影視圈後 他選擇回歸家庭,卻沒想到兩段婚姻都不圓滿 退怨後,李塞鳳開了一家舞蹈館 重拾自己當年的愛好 在此期間,他還認識了一位飛行員 並跟對方報入了婚姻殿堂 李塞鳳將自己的第一段婚姻門得懇緊 外界則知道他與頭婚丈夫生下了一個兒子 後來又離婚了,帶著兒子獨自生活 李塞鳳一個人帶著兒子生活 多少都很辛苦,為了幫助他 隨小名向李塞鳳推薦了不小器 還帶他認識了羅啟仁 羅啟仁是香港玩具戴亨羅氏家族的太子爺 家才萬貫,他本人也頗有出色 是香港知名的愛科醫生 羅啟仁很喜歡李塞鳳 不介意女方的婚史和兒子 很快就對李塞鳳展開了追求 羅啟仁給李塞鳳準備了性大的婚禮 李塞鳳隨他而居美國 兩人婚後還生下一個女兒 組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 在外界看來,羅啟仁與李塞鳳的婚姻堪稱圓滿 一個財貌相傳,一個事業有成 這不是天作之合嗎? 這可惜,這樣圓滿的婚姻 這持續了不到六年 便以最不堪的方式結束了 2007年,當時的羅啟仁 已是溫哥華大劇院的總裁兼主席 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令人漫漫沒想到的是 羅啟仁發出一次離婚聲明 還此認李塞鳳與自己的肝兒子有嚴 鍾天義是一名舞蹈演員 畢業後進入羅啟仁的公司工作 還被羅啟仁收位兒子 一個是42歲的舞打女星 一個是20歲的豪門肝兒子 這特配簡直太狗血 為了證明真實性 羅啟仁還專門寫了一本書 叫《雙面人生》 詳細講述了李塞鳳與鍾天義的不倫戀 羅啟仁描述某次他回家後 發現鍾天義半拿著藏在衣櫃裡 自己還曾在臥室發現過被使用後的圖 一時間,李塞鳳從沒打天使 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後悲一落千丈 還被羅啟仁告上法庭要求離婚 面對丈夫與輿論的雙重打擊 李塞鳳終於忍無可忍 他發表了長達4000字的聲明 詳細揭露了羅啟仁的負心行為 表示這全是羅啟仁想與小三結婚的陰謀 李塞鳳表示羅啟仁其實多次出軌 他都閉眼不見 直到發現羅啟仁與秘書王小禮有嚴 他提出離婚,卻被羅啟仁無憾 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他表示自己清白,決不會承認這些污衊 他要與羅啟仁離婚 但絕不會放任他繼續攻擊自己的清白 可無論李塞鳳如何辯解 輿論都已偏向羅啟仁一方 畢竟他佔有太多證據與先發優勢 李塞鳳想要為自己證明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最終他也只能選擇妥協與羅啟仁離婚收場 但這場瘋狂的分辨已將他推下了名譽的懸崖 從豪門女主人到被扣上渣女帽子 他的跌落之快令所有人唏噓 經過四年拉巨戰 李塞鳳終於在2011年與羅啟仁離婚收場 這場婚姻已他被判有過失而結束 羅啟仁僅給了他4萬元港幣的補償便與他獲清了關係 而冠絲剛打完羅啟仁就取了汪小莉 看來李塞鳳的爆料也並非空於來風 不管與鍾天義的私情是真是假 這次離婚都對李塞鳳造成了極大的打擊 婚後他淡出贏評又因此是後悲盡毀想復出都難 多少年過去他的名氣早已退色 提到李塞鳳 人們只記得他被丈夫無憾出軌的醜聞 曾幾何時他也是娛樂圈的一代女神 人們口中的美貌打女 命運弄人榮夫無常 他一生的跌蕩起步足以寫就一部傳奇 而他至今保持的沉默似乎再告訴世人我已看開 李塞鳳的一生可謂是喜喜腹部 跌蕩不定 他也成為了後人反思娛樂圈亂象 竟是衝動婚姻的一個案例 童年的他在艱難困苦中長大 卻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被發掘 在名師的悉心培養下 他一戰成名成為香港最美打女 可巔峰時刻命運給了他沉重一擊 眼見青春就這樣耗費 好不容易重新得到平凡生活的他 卻在一段錯配婚姻中聚入深淵 丈夫的無憾讓他一直之間名譽掃地 後半生他苦心經營的一切就這樣位於一旦 李塞鳳的故事告訴我們 生活中最難觸摸的就是人生 我們無法預知路前方會有怎樣的陷阱 唯有謹然慎行才是自保之道 除經於李塞鳳 我們看到了一個女性在夜景中奮起的力量 也看到了娛樂圈的風雲變幻 他力盡滄桑 卻依然選擇寬容 李塞鳳沉痛地表示 豪門是不好玩的 他不相信愛情 因為人生很難剁磨 如今的李塞鳳已經年近60 逐漸放棄了舞蹈事業 在大陸農村裡修身養成養花種菜 近日李塞鳳就會在短視頻平台上 復出直播 感興趣的觀眾們可以去觀看 李塞鳳老了 觀眾們也老了 但沒有打天使的經典形象 永遠保存在觀眾心中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贊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